第551章入朝 这夜出门 刘孟岩没有成教 穿着一身便衣 徒步穿行过繁华热闹的中娃子大街 走进一家瓷器店 可有定谣瓷 客观是要白瓷还是红瓷 白瓷 客观看这个如何 刘孟岩看也不看 淡淡道 色又迎彻 可惜 有些 瑕疵 小人并未看到瑕疵 这般大的瑕疵 你都看不到 刘孟岩随手敲了敲那完整的瓷器 四声 店家无奈 裴笑道 客观若出得起价 小人后院还有一件白壁无瑕的瓷器 可怨一关 刘孟岩不经意地回过头 扫了门外的繁华大街 一眼 请 绕过后堂 穿过一条密道 进了一座乡邻的宅院 七弯八管 刘孟岩终于走进一间暗室 暗室中 有一个老者与一个汉子 暗机上摆着一个匣子 里面有书籍 地图 信件 张家是仆 老者 自报门厅 状元公称我 陆书老 即可 刘孟岩拱了拱手 因不愿多代 静职问道 要我做何事 陆书老却不急 问道 可有新的消息 有 刘孟岩道 五日后 大潮 赵氏会厚赏李霞临安宅邸 五十万钱 今日以拟止命人筹备 五日后 大潮 如此说来 李霞近日急到临安 动作真快 打了我们个措手不急 陆书老难难了一举 闭上眼 回想着出发时 张宏道的交代 张宏道是期待李霞能同意归父的 张李联英 将一举压过史家 成为北地势力最大的侍侯 同左民主 击败阿里布格这个蛮夷 共当至中原王朝的开国侍侣 虽考虑过李霞 有可能会不答应 但只是 以防万一的考虑 莫南王给的条件 不可谓不厚 宽人气度不可谓不大 姚书的劝言 已阐释了莫南王的正统之名 北地的名望所归 张家也同意嫁女 女儿家 深情已判 其父兄 一表态接纳 无论出于私情 出于功力 李霞都不该拒绝这个提议 大势所趋 浩浩荡荡 他们也给了李霞考虑的时间 在莫南王称汉前 给出答复即可 没想到 李霞竟丝毫不做考虑 一反手 将招降书信成于 赵氏识破诺主 表忠心 向赵氏表忠心 临安消息送到博州 张宏道 不敢相信 此番 我本无杀心 奈何 李霞欲步岳飞 于界之后尘 成全他把 张宏道如此交代道 但李霞狡诈 失了先手 欲反客为主 你需尽快打点好 陆书生 遂一路南下 结果 他才到 临安 李霞竟也快到了 须知 兴趣人来 一样都是两趟 汉中 比豪州远了两千多里 可见赵氏 赵李霞还朝之心 急切 李霞还朝之心 亦急切 定然不是赶着回来 送死的 反客为主啊 此时坐在暗室中 陆书生自语了一句 问道 状元公高才 如何看待李霞 刘孟岩皱皱眉 向门外看了一眼 放心 此间安全 请坐 小老须了解赵氏 好吧 刘孟岩无奈 坐下 随口道 若李霞再晚一步 向赵氏表忠 等昭祥一世出旁人之口 传入赵氏耳中 赵氏必杀之 但他有些小聪明 当即成书 邪大王之威 暂射住了赵氏 因刘孟岩是宋人 不须管漠北漠南 顾尔口称大王 以示恭敬 他拱手向天 又道 因大王辉宏气度 可容张家 顾尔 李霞堵的是 赵氏不敢在气度上 疏于大王 陆书生激道 赵氏有此气度 五 刘孟岩摇了摇头 道 鄂州一战前 大王兵过淮河 淮西市民 丹四湖江 以淫王师 可见 明星所向 猛颂交战二十余年 出自有此情形 赵氏惶恐至极已 可见 赵氏非真有气度 形势所迫使然 顾尔赵氏 必不容李霞重镇穿属 虽还未罢 李霞 却赐其临安宅邸 可亏其心 真厚赏 也 刘孟岩道 一个蜀帅 施了兵权 于大王 与张家而言 李霞与死无异 陆书生反问道 状元公何意 若问我不必再施 手断了 刘孟岩道 只当李霞已死了 刘孟岩还有些感受没说 那就是 官家赵云 虽不是有气度的雄主 但也绝不是暴虐好杀之人 罢了 李霞权柄 恩养扎 称得上一个人字了 无权之人 何必赶尽杀绝 之所以这么想 并非刘孟岩心善 脚踏两只脚 得两边之好处 哪怕送亡了 他也依旧可保高官前途 但也有危险 做得越少 危险便越少 陆书生却不同 敲了敲案机 道 不 李霞必须死 简单 刘孟岩道 请大王传一封国说 如含托咒含首一合就是即可 不仅李霞可死 连王坚一可死 修将大王 与那气量狭窄的金国主相比 陆书生道 由我们借赵氏之首杀李侠 即可 刘孟岩早知劝不动 何况老头 奉命来的 说了也不算 只好无奈问道 需要我如何做 陆书生笑了笑 指了指身旁那汉子 那汉子 碎起身 开口 小人张世俊 北面张家之人 因触犯军法 为张柔 所不容 道书归宋 欲投奔小人族兄张世杰 刘孟岩拱拱手 向陆书生道 张世杰随甲四道 池源鄂州 转战九江 立下大功 已转任安东之州 我来安排他去安东 本是这般打算的 但李侠已快到临安了 不是吗 他到他的 我们安排我们的 状元宫 小瞧了李侠呀 证据送到安东 还得想办法让张世杰相信 等安东消息在 传回临安 万一来不及 又如何 刘孟岩道 但必须走这一遭 否则显得像张家 故意栽赃立下 证据充足 至于如何而来 只需说的过去 即可 便说 张世权不知 张世杰转任 故而先奔了临安 刘孟岩 极不情愿 抢先道 不行 我不能出面 太危险了 是吗 如此 我来安排这位义士 与参知正事 饶虎臣 巧遇 如何 入书生 不识饶虎臣 他只觉送停这 书密院的官 换得太快 如流水一般 此人能出面 监察御史出身 两日后的夜里 端明殿学士 同知书密院士 兼参知正事 饶虎臣 饶虎臣 看着贵倒在自己面前的张世骏 报了自己的官名 淡淡道 本官可能听得你道出的 情报 张世骏面露茫然 心直口快的模样 道 我只想见我族兄张世杰 我说过 张世杰已转任之万安州 不在临安 万安州在哪 饶虎臣无奈摇头 道 你的情报 若真重要 我请人送你过去 如何 张世骏道 安知你是不是想夺 我族兄功劳 饶虎臣脸一板 道 本官以国事为重 岂是为贪你那点功劳 消息若重要 张世杰自有份功劳 那好 张世骏 这才把怀里抱着的那匣子打开 一时 竟是抖落出了许许多多的东西 看得饶虎臣眼花缭乱 一整夜 烛火不熄 灯油天了 又天 饶虎臣坐在书房 仔仔细细地翻阅着各种情报 有用的 无用的 而禀父亲尊贱 尽扣军安 家中诸事上妥 前面树裂 不过是些小事 张家的一些婚丧嫁娶之事 但很快 饶虎臣乎凑尽了些 李霞求取之意 瞬间 其其高氏员大理 高氏嫡女 而 思以为 吴美与高氏共识一夫 并不美辱门庭 其又言 连殷若成 父亲 可借此息争之解 兵出秦川 接壤汉中 三姓共举大事 姓指 从饶虎臣手中掉在岸上 他回过神来 将这看完的信放在一边 目光一瞥 把一堆未看过的信件拿开 先看了那里面的聘书 只扫了一眼 他以目露骇然之色 此时再回过头 看向那张原本看不懂的地图 饶虎臣突然明白过来 那些箭头代表着什么 烛火燃尽 饶虎臣抬起头 才发现 天光已大亮 而这一匣子的情报 他还未完全看完 此时 三艘大船已从入海口 驶进乾塘江 于航官朝台上 人潮涌动 指着江上的大旗呼喊不已 朕西军节度 是哪位将军还朝了 是钓鱼城退敌 朕斩蒙古主 收复汉中的李杰 率归朝了 钓鱼城将士归朝了 阿爹报高高 我要看大将军 大将军 好好 我们来看大将军 乾塘江大潮 每年八月 即旺日最盛 到近处时 如玉城雪岭 自祭天而来 所谓大声如雷霆 震撼 击射 吞灭卧日 世纪熊豪 如今已是九月初 没有了大潮 三艘江船 速江而上 气势雄豪 江浪不停拍打着船头 风吹动大旗 烈烈作声 船上的将士 皆已披着 鲜亮的盔甲 因欢呼声 而挺直着腰板 此轻此景 恰向士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分赞阵廓 铁马从容杀敌毁 第552章 刺眼 来了 来了 好威风啊 虽是身在遥远繁华的临安 这些百姓们 在听说钓鱼城大盛时 也曾热泪盈眶 无论是谁 岂会 不希望自己的家国强大 开启 端平年间 朝廷想要北伐 两想派到百姓头上时 必然有一部分人是不愿的 但捷报始终还是能激励人心 至少在此时此刻 他们看着那速将而上的将士 发出的欢呼 都出自真心 一个汉子挤进人群 高声大喊起来 官家既能用王坚将军 李节帅斩蒙求鱼钓鱼城 用李节帅收复 汉中 用假象公 鄂州退敌 官家圣明 他抬手指了指后面的几个箩筐 大家伙 随我喊 一人分一个包子 官家知人善任 圣明天子 官家知人善任 圣明天子 喊声 渐渐变得整齐 为大宋这繁华与安定 官家知人善任 那 铺有女子的尖叫声喊起 打乱了那些齐声大喊 快看李节帅 快看 近了 近了 李节帅 天哪天哪 包子 给你们包子 分包子的汉子大吉 还想要继续做些什么 一群富人移挤过来 将他推丧在地 天哪 天哪 我的李节帅 船渐渐向北岸靠去 一赶大旗之下 李霞身披 甲昼 站在船头 望向官朝台上的人山人海 刘勇说 钱塘繁华 参赐十万人家 那是在两百余年前 自临安成了行载至今 仅在侧人口 便有一百三十余万 李霞 久久没能一开目光 仿佛回到了曾经 在山呼海啸的欢呼声中 高举起那迎来的荣耀 他曾爱杀了那等光景 谁不爱繁华 李霞也爱繁华 但现在 他看向人潮 想到的是 要不了多久 数年或十数年 所有人必要成为下等人 明明白白写在律例上 最下等 最低贱的人 李节帅 看我看我 渐渐的 那整齐有序送赞官家的呼声 乱了 官朝台上 越来越多的香帕 挥舞着 船只 拐进 贴沙盒 有人将帕子 向船上抛过来 李霞本在仔细听着什么 当听着官家之人 善任的呼声 愈发被盖下去 他唯有些不愿 把严云云换过来 不一会儿 严云云头戴一顶 沙利挡着脸 走到李霞审判 阿郎 你站我边上 是 严云云低着头 老老实实站到了李霞边上 他如今不愿被人 当做女人看 因为多有不便 比如 有事与刘金所相伤时 对方便美美避讳 但今日他却明白 李霞的意思 特意换了条漂亮的裙子 江峰吹过 显出他恶魔的身段 以往听说 潘安有美滋容 携谈出洛阳道 妇人御者 莫不联手共赢之 智果赢车 我还不信 今日阿郎这真是 智怕赢传 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大胆 不是理学盛行吗 其实每家 每户都约束的 毕竟是临安大城 严云云目光看去 眼见这繁华大城 在眼前展开 一排排的白墙屋啊 烟柳化桥 街道上铺着 整整齐齐的石板 市井繁荣 一间布方 展开一段绫罗 薄如蝉翼 漂亮的让他一不开眼 船行过 有桂花飘落 香气扑鼻 江南终于在他眼前 展示出他独有的资欲 良久 严云云 情不自禁难难了一句 临安真好啊 放榜了 恩科放榜了 远远的 有人大喊了一句 于是又有许许多多人 往别处去看热闹 岸边的女子们 有不少都是今日 要出来看新科重榜的柴子 一部分 只想继续看李杰帅 另一部分 则颇为迟出 几个秀异社的女子 便站在南星桥上商量起来 说出来 旁人肯定不信 这秀异社 就是一群喜欢看美男子的女人 结成的社 总之大宋太繁华 各种社都有 妓女们 有翠锦社 心地善良的 有放生会 曾经还有一群 专喜欢给世人起 不雅外号的人结社 称为猪嘴官 要去看柴子吗 还有电视 柴子 很快还能看 就是 李杰帅却不是能常看的 他还要回属呢 他好聚 好威风 我好想给他当妾 我也想 我也想 小浪蹄子 忘了我们秀异社的志向了 我们要像看杀卫戒一样 把李杰帅活活看死 不 卫戒 那是病若美男子 李杰帅多威猛啊 你这话说的 我脸都烫了 是我的 我的 呀 传这么快 究竟是博斯了 走吧 去看放榜吗 不去 还想看李杰帅 许久之后 却又有个新入社的老姑娘跑来 到 快去看 放榜那边有个大才子 与李杰帅一样 俊 临安城里 数这两个人 最俊 真的 真的 就是大了点 三十多了 不会是太学周震言吧 我看腻了 去看周震言也好啊 他也好俊 唉 你们不懂 他就皮相好看 其实草包一个 书密院 饶虎臣正在工坊门口 焦急地夺着布 眼中透着些愁躇 终于 一个小力跑过来 陛下召见了 丙相公 御驾正在东华门 轻盈李杰帅 环巢献宫 今夜将在城壁殿 赐宴李杰帅 请相公更衣过去 李侠已到行在了 饶虎臣大惊 道 不是明日才到 比预定又早了一日 到处措手不及 忙得不可开交 早些相公未到 忘了知会相公 饶虎臣 大吉 又何问道 我的奏章呢 已递进大内 但陛下还未看 该是摆在选的殿 饶虎臣再次 夺步 之后 眉头一拧 去东华门 饶相公 来不及了 应该已献了宫 日头一落 必要开宴 请相公尽快更衣 饶虎沉睡抬头 看了一眼天色 回宫房 捧起一个匣子 不必更衣了 我便这般见陛下 李侠已在东华门之外 那四东窟的一间屋子里 换了礼服 赵云恩典 特意命四名宫女 来服侍 帮她卸下了盔甲 擦拭身上的封尘 并重新梳了头发 换了官靴 李侠没说自己来 就 弹手任由他们摆弄 直到一层层的礼服 穿好 他出了屋 外面一排小黄门迎过来 无必带李杰帅入宫 辛苦几位阁长了 李侠 转头看了一眼 东北方面的 原方馆 不时有人端着酒肉进去 一片繁忙 他带来的三百将士 今夜将在这里欢迎 今日 现宫时 他与将士都是披着甲 配了刀 但并未携带弓箭 官家的御驾 摆在大功城头之上 很是勉励了他们几句 其后便赐下赏赐 李侠 不知现宫流程便是这样 还是赵云对自己有所防备 若说有防备 为何 是因自己是当间谍 立功入室 还是察觉到了什么 你太忙心于刺杀了 早晚必有反噬 这一句诅咒到今日 李侠还能想起 因为常用刺杀带来的隐患 还没消除 捅过一次冷刀子 永远都会有人提防 古人重信 许是因这世道 律法不全 无信者不利 心里这些念头 一转 李侠又向左手边看去 这里还是宫外 不远处是万寿所 远远的还能望到城墙 城墙开了几个水门 包括后朝门 外面就是乾塘江 李侠想着这些 忍不住还是在脑中 规划出宫城的地形 西面是凤凰山 北面是万松岭 翻过万松岭是西湖 东面对着玉街 各个衙门都在这边 南面对着乾塘江 乾塘江的城墙 也成了巩卫宫城的城墙 宫城还有两道城墙 李侠穿过东华门 进了宫城抬头一看 守卫森严 三百侍卫 那六个宫门加上巡卫 至少两千余兵力 且临安太小了 皇宫不在中央 而在最西南 离内城墙太近 那么内城墙上的兵力 也能在一柱箱之内赶到 这里是万余兵力 加上中军盛下寨 这个方才已知的驻军点 还有其他各种不知的驻军点 暂时算不出了 李侠背影着 绕过了大殿 很快看到了一座水塘 水塘对面 便是上次去的选择殿 接着是一个促居球场 球场一边是芙蓉阁 一边是林须阁 再往前便是城壁殿了 四竹生已传来 殿中有五女们正在起舞 身姿曼妙 李侠进了殿 只见宴席已备好 分案百开 一列薰官 五官已入座 他一眼便知道 自己的习案英 是在右列之手 因为这几个薰官 五官都在四平以下 特意照来凑数的 左列英 是留给书密院相公们的 还没人入座 官家也还没到 显然是要等人齐 才会摆驾 各个官员已起身 纷纷拱手笑道 恭贺李杰帅 为国建功 李侠懒得应付他们 颇敷衍地拱了拱手 在内侍引领下入座 自端着酒杯看歌舞 李杰帅有礼了 坐在下手的一个年轻薰官 转头过来 自报了姓名 道 又领军卫中后 杨震 李侠 于是拱拱手 道 你好 杨震一愣 笑道 你我年岁相仿 往后可多往来 对了 家父乃 杨太后之职 好 李侠又转过头看歌舞 他看得很认真 直到听到店外 有争执声响起 才转过头 饶相公 官家刺验 是物件 贾四道能带区区入宫 我便带不得 来 你看看 可有甚不妥之物 一名满脸正气的文官 捧着匣子大步走了进来 第553章 通敌 哒的一声响 饶虎臣将匣子按在案级上 一推 把酒壶推到一边 跪坐在他身边的公额 正要针灸 被吓了一跳 饶虎臣不理会这公额 而是看向了邪对面的李侠 只见对方已在观赏歌舞 李侠的目光很认真 但饶虎臣却未在其眼中 看到太多银邪之意 更多的还是放松与欣赏 过于放松了 这让饶虎臣有些许差异 转念一想 若李侠城府不深 岂能有那等大逆之谋划 饶虎臣为人方正可欺 但不傻 在巧遇张诗俊时 他便考虑过 当此时节 恰遇到北面来的归正人 岂可能有阴谋 因此 他绝不打算放张诗俊去见张诗俊 一定要亲自查看证据 这一世为张诗俊好 结果 那证据却表明 李侠确确实实在勾结蒙古侍侯 有叛宋之图谋 饶虎臣怀疑过是北面栽赃 但证明太祥时 也太确凿 比如 李侠对外称 齐齐高氏乃属中高氏之后 但诸多证据表明 齐齐分明是大理高氏 而高太祥死后 高氏后人已将蒙古成为侍侯 李侠取这样一个妻子 已是死罪 还有更大且更可怕的罪名 无论北面是何目的 此事已是不争之事实 饶虎臣心中已有幕火滔天 李侠得陛下亲自表字 年不过二十级任蜀率 何等国恩身重 但其人便是这般报国恩的 联姻蒙古侍侯 蓄谋造反 万死难赎其罪 饶虎臣想着这些时 丁大全到了 他冷眼看着那奸臣受了剑离 闷不吭声地在上手坐下 义是马上向李侠看去 请客 又低头饮酒 心事重重的模样 饶虎臣不由想到 等揭露了李侠的谋逆案 还可顺势驱除奸党 当然 此事牵扯极大 本该好好筹划 联络朝中中职之事商议 但李侠急于还朝 必有蹊跷 不能再等了 今夜 徐慧坏了官家面子 害了自身前途 但设计为重 舍了这官帽 也必要为设计消弥隐患 又香 见过又香 随着这一生生患 殿中众人纷纷起身 赢了无钱 都不必多礼 坐吧 坐吧 无钱已年近七旬 步履缓慢 坐下时 还需小黄门扶着 他目光看向李侠 微微叹息了一声 眼神有些许愧疚 却又满是坚决 这短暂的见礼之后 气氛再次沉默下来 老臣们不开口 李侠不开口 勋官 五官 只好默默饮酒 直到 有朗笑声从殿外传来 一致 杰 帅必见必词眼 今夜是托了飞鱼之符 才得官家一壶酒啊 贾相公来了 贾四道一身紫袍 诗诗 然然入殿 李侠起身 拱手道 贾相公严重了 是我托了几位宰治之符 才得以回朝 这话 似乎有些别的意思 书立院珠重臣一听 面上不露声色 表情间却都未有些变化 饶虎沉眼中怒一泛起 丁大全依旧忧忧虑 无前如老僧入定 唯独贾四道 还在爽朗大笑 指着李侠杨怒道 今日恩科可是放榜了 你不听我的 可后悔了 不后悔 李侠从容应道 贾四道摇头不已 黄望着殿内诛人 又笑道 早年间 我便劝非于科举 他不听 相识也不考 如今赶不上这场恩科 岂不可惜 他将恩字拖得老掌 李侠遂笑道 不知有何可惜 科举入世方为士大夫 士大夫啊 贾四道停下 没说后面的话 迟道 宰相须用读书人 李侠道 那是我才书学浅 辜负贾向后爱了 非一眼 贾四道看了丁大全一眼 玩笑道 非于不知 荆科主考官乃是丁相 你呀 你 是辜负了丁相的后爱 丁大全没心情 但在这等场合也得揭话 我虽看重非于之将才 但科举取材国家大事 绝不容私 想后爱也后爱不得啊 贾四道悠悠道 听说 丁相点的会员 乃是太学生周震言 连此名满天下的刘成翁 都能压下去 周震言想必是才高八斗了 纵是丁大全 这载质城府颇深 此时也流露出一丝厌烦之色 他就不愿与这轻挑狂徒 多聊一句 月卷时 不知哪份是刘成翁的 卷子 便是知晓 也不会因其词才辩点他 丁大全道 贾四道转过身 又指了指李侠 道 你错过了大好处啊 命理无时不抢求 李侠笑应道 就在方才 他隐隐赶道 贾四道对丁大全起了杀意 这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一群文官重臣闲聊 本不应有这杀意 何况贾四道更不该是藏不住心思之人 不抢求 我看你李飞鱼最爱抢求 正是有此志向 方能为国见业 来 我敬你一杯 不敢当 我敬贾相公 殿外传来一声通传 御驾 已到了 今夜随赵云一道赋宴的 是皇后谢道卿 谢道卿 乃是光宗朝宰相谢身府之孙女 她出生时 皮肤有黑 一眼有急 之后全好了 被杨太后认为是有福 选了她为皇后 因此 坏了赵云想立贾氏为后的心思 一直不受宠爱 此时随赵云入座 谢道卿始终一板一眼 却有母仪天下的端重姿态 待赵云先开口 让群臣不得拘谨之后 谢道卿才开口说话 老远便听到贾四道你在说话 未免太轻跳 失了大臣之风 这话 她是笑着说的 明面上是调侃 但显然 她在诸君当中 只认识贾四道 或者 也可以说 她只信任贾四道 皇后则尘无大臣之风 然而今夜九宴 恰是应有存在 方才热闹 贾四道笑应道 一句话 气氛更好 赵云脸色也舒展开来 她看了 李霞一眼 见李霞也在笑 不由点了点头 心里还是满意的 非于未辜负阵啊 李霞连忙起身 应道 是陛下带陈军恩身重 赵云抬手 笑道 不必多礼 今夜欢迎 太拘束便无趣了 作为人君 绝非暴虐之人 意愿后代有功之臣 只要对方能安生 这要求其实不高 这样就很好 以后少闹些事情 君臣 相得 传为美坛 陛下 臣有要事禀奏 扰虎臣才要起身 忽听 有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转头看去 却见是吴钱已出席 吴卿啊 何事不能等到明日再说 赵云不愿 此时在李国氏 坏了心情 笑道 且作 明日正照你内饮奏事 再谈如何 吴钱神情固执 已从袖子里 掏出好几份奏章 不给赵云不听的机会 陈坛和丁大全欺瞒 陛下 各地检举不法 是之奏章传来 皆为丁大全所扣押 十七君大罪 赵云不耐 报 明日在意 吴钱只一举其手中的 一叠折奏 报 故城之县 吴启卫等人联名 上奏 李侠携朝廷命官 赴大散官 致阵亡八人 有轻敌冒尽之责 一通敌之嫌 饶虎臣一听 双手立即放在了 他的小匣子上 准备随时起来 赴亿吴钱弹劾李侠 吴钱却不肯停歇 又有新元辅学教授黄震 胡三省等人 联名上奏 李侠 李文德 相互勾结 以财买之名 行贪末之实 证据确凿 请陛下明察 李侠一听 连忙初恋 拱手道 臣之罪 陛下 臣意弹劾 饶虎臣 一起身 够了 赵云赤贺一声 不愿 一字一句道 朕说 明日在表 陛下 吴钱声音突然拔高 郑重道 臣怀疑 沿海治治史李曾伯 金湖治治史李侠文德 四川治治史李侠 四川治治副史张绝 殿前司督指挥史蔡主 幼领军魏将军 宗文睿 湖北安抚 副史高达 河南昭府史 夏贵 扬州之州李廷之 够了 你怀疑他们什么 臣怀疑以上将领 具有通敌之嫌 贾四道 树然抬头 丁大全恶然 饶虎臣 将在那里 赵云亦是神情一致 其后是勃然大怒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赵云语速很慢 每一个字都正中至极 道 你是说 镇的一半大将 从临安到各路 全通敌了 臣怀疑 具有通敌之嫌 吴钱已显得很疲倦 但还是继续的 昨日 玉钱君捉获一行 既可疑之人 审问之下 乃蒙古细作 昭贡 不久前 曾给宗文睿 递过一封 昭详信 书信已在其书房中搜到 请陛下预览 赵云脸色难看至极 头微微一点 自有小黄门上前 接过吴钱手中那叠奏折 摆在御岸上 奏折下面 有三封信 小黄门拿起其中一封 展开 用双手 承在赵云面前 宗将军足下无恙 姓慎 姓慎 将军之先祖 独阵开封 故城柱 修传鲁 郡隆豪 列寨诈 结一世 利区精兵 所谓宗则 亦呼 而河北一缕数十万众 若想之附生 壮灾 赵氏 若信其至 收复旧都 特意只顾兼尔 奈何 举与谦志 懦主既有东南之意 则宗公收复之请 遂二十书 而何亦灾 为报无穷之恨 忧愤成轰 宋得亦宗则 而不能用 福克中世 乌乎哀哉 初诗未 劫身先死 常使英雄 泪满精 然 赵氏试破百二十年 孟公死前 游乎三十年 收复中原 志不可深矣 后面还要很长 但赵云只看到这里 额头上的青睛 已经跳得厉害 他恨不能立刻回头 冲李霞大吼一句 姚书 姚书 李霞 朕命你北上开平 给朕取了姚书的 脑袋回来 但作为君王 他还是极克制 抬头看向吴前 有证据 臣虽不怨信 但却有实证 吴前道 宗文睿之回寒 正在阅案上 第554章坦承 案上还有 两封信没看 一封是宗文睿 给姚书的回信 另一封是姚书 写给蔡主的招降信 宗文睿 乃幼陵军魏将军 执大内素尉 蔡主 乃遇前军都指挥使 堂堂殿帅 皆 非同小可 赵云没有马上看着两封信 他先是让自己冷静下来 开口道 书迷远朱相公 与李霞留下 其余人 告退 待班阁等候 臣等告退 内侍与武姬 不必出宫 而赵云 也并未让那几个外臣 直接回府 不愿让人知道 今夜的九燕亭了 他心里有些恼火 怪无前不识体统 就不能等私下里再秉奏 带几个熏尘往外走 赵云忽然又道 杨振 你留下 臣遵旨 杨振停下脚步 兴之陛下 留自己 因为自己是幼领军卫忠厚 是宗文睿的直属下辽 但是吧 自己就是个薰官 挂个职而已 其实见都没见过宗文睿一面 也不知一会 陛下问其此事 如何看待 该哪般回答 杨振站定 偷偷一瞥 只见李霞 依旧腰板笔直 正在看着那些退下去的武女 这种时候了 看他们作甚 舍不得 他不由这般想到 一名武姬感受到李霞的目光 悄悄回过头 眼中泛起些柔意与修意 钟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 李霞则在想 若这位官家 此时还能继续欢宴 继续看跳舞 才称得上有气魄 不一会儿 殿中闲人皆已退下 多坐吧 赵云陈生吩咐了一句 这才让小皇门展开宗文睿的回信 内容很简单 宗文睿婉拒了姚书的招降 可字里行间 却奉呼必列为上国之君 恭请尊主善待和硕生灵 这似乎也没大错 之前诵经文书往来 亦如此 从大宋皇帝 智书大金皇帝 却下道 陈够炎 连官家传书给敌求 都从赵书变成国书 最后变成凤表 他宗文睿区区陈下 与敌国众臣通信 慈器自然要恭敬些 毕竟如今非战时 万一触怒蒙古 善起边信之罪 宗文睿担不起 赵云的脸色却越来越冷 一个素卫大将 收到招降信 不上报 回信 暗中送走信使 是婉拒之后 留条后路 还是想继续谈条件 但招降信上看不出的 信上只有大义 姚书 每每只言大宋之不堪 言乎必烈之正统 许以高官 具体有何计划 这不可能在信上说 以免留下线索 让大宋谈到蒙古的形势 那他们口述了什么 蒙古要这个素卫大将做什么 赵云再次感到 死亡 竟离自己如此之境 他真的 最讨厌蛮夷能用 士大夫 世人都以为 辽 今是因为行文制 而开始衰败 唯独赵云心里清楚 脸凹 今是因其残暴 激起大宋明星的激烈抵抗 才转文制 脸凹 今是因不会治理 使名利 财力无法再支持 不断持续的战士 才转文制 赵云 不惧蒙古这种蛮夷 看 蛮夷已死在他手上 但他恐惧忽必烈的 行中国之道 则中国 之主 这才会是人心松动的开始 忽必烈 这是阳谋 看过宗文睿的回信 又看姚书写给蔡主的信 赵云看了许久 也沉默了许久 蔡主之妻 果真是叛臣杨大渊之妻妹 此二人 连京 吴前行礼 道 蔡主否认此事 称只是相邻 此事 臣 还在查 赵云问道 蔡主未回信 未回信 他何日收到的信 吴前道 半月之前 赵云闭上眼 与其正式起来 道 又相细说来龙去脉 吴前道 昨日四十左右 两名大汉自封御门出城 因鸣蝶露出破绽 商 守卫玉陶 玉前中左君司使徐鹤行 遂率兵追捕 其中一人 服毒自尽 一人救情 服毒者 当为主使 曾与宗文睿 蔡主会面 救情者所知有限 眼下尚在审讯 招供了一份名单 称主使曾当面问蔡主众人揭祥 为将军 独死一呼 臣已问过蔡主 蔡主承认此事 此众人 有助临安将领 百人 各地率将数十人 吴前 一直说了很久 过程详实 细节充分 消息 繁荣 臣义不知何谓真 何谓假 请盛心名断 吴前说完 脸色愈发疲倦 赵云道 左相说说 看法 丁大全连忙起身 一张轻脸 毫无表情 公公静静应道 禀陛下 臣以为姿势体大 一先查清 说了 近乎于眉说 赵云不愿 两位之疏密院士谈谈 饶虎臣正在看着他眼前的匣子发呆 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一时没反应过来 陛下 臣有 有 贾四道 已起身 行了一礼 达道 又乡老程持重 方才却当众禀报 想必是心有定计 诸人再次看向吴前 吴前忙道 臣心急如焚 有失分寸 请陛下治罪 贾四道文言 竟是讥笑了一下 向李侠一瞥 眼中还有笑意 也隐隐有些别的译问 赵云见这几位 宰子拿不出主张 心中愈发烦躁 道 李侠 你是数率 如何看 李侠忙起身失礼 道 禀陛下 臣有罪 臣 确实贪功冒尽 出兵大散官 坏了八位文官性命 还有贪末一事 臣不知该如何说 赵云不耐 但李侠还在说 低着头 语速很慢 显得十分心虚 又很认真 臣 确实与吕文德 接着采买之名 贪末公账 我们约定 带朝廷下拨前两 五五分成 可结果 臣讨要不到前两 吕文德屡屡催促 臣毁之晚矣 臣还私自贩运战利品 贩至襄阳售卖 与湖北安府副使 高达分成 我七 他三 他们说 一向都是这般做的 臣以为是惯例 没想到一回朝 就被诱乡得知 臣无地自容 不敢狡辩 这些事 赵云其实都知道 去汉中下诏的 姓氏回朝后 把一切都说了 李侠先是骗属人 是回朝讨要前两 而回朝时 传行至襄阳 停靠了一日 之后 其部下有人说漏了嘴 凭什么姓高的分那么多 赵云知道这些武将们 被地里在倒腾什么 收复汉中 真就毫无缴获 近日向朝廷张口 全被这些军头中饱私囊 但眼下 他没心情听李侠说 这些破事 够了 臣最大恶极 李侠双手 已捧起头上的官帽 郑重骑士 又道了一句 臣 起骸骨 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捧着官帽 想往暗机上放 又怕放到 韭菜上 一时都忘了跪下 够了 赵云冷冷道 朕在问你话 臣有罪 臣无文质之才 治理不了川叔 请朝廷派来官员 他们终日向臣讨要钱粮 水利要钱 赈灾要粮 臣已无力处理 臣又好享受 心目临安繁华 臣胡言乱语 请陛下治罪 不过 仗也打完了 请陛下罢免了臣吧 臣也想好好 闭嘴 把帽子戴上 赵云怒斥一声 你是朕任命的署率 还没到推卸职责之时 臣惶恐 臣不会说谎 但时有大罪 别叫朕再说一遍 把帽子戴上 说你如何看待 姚淑之招详信 臣惶恐 谢陛下龙安 对面的贾四道 又是微微讥笑 趁着赵云没注意 对着正在戴帽子的李霞 张了张口 没有声音 但他分明是说了两个字 拙恋 李霞仿佛没看到贾四道 认认真真的戴好 理了李袖子 好像方才真的很惶恐 饶虎臣此时才抬起头 目光中满是怀疑 李霞已转向赵云 郑重道 陛下 臣以为 姚淑之所以到处写信 不过是因为 忽必烈慌了 忽必烈慌了 赵云威有些讶异 是 李霞答道 臣在汉中 探知忽必烈 正与阿里布戈争夺汉位 如今忽必烈的兵力 甚至不足以对阵魂都海 故而 他只能宣扬 用汉制 欲说服更多汉人支持他 赵云抬了抬手 指住李霞 向人吩咐道 取地图来 是 继续说 李霞道 一旦忽必烈战败 便有可能将擒隆兵力 收缩至汉中 攻汉中 蒙古大乱之际 还敢攻汉中 李霞道 有经国取长于宋之 就是在前 忽必烈必有难掠之意 如今做这些 正是 舆论攻势 赵云在问道 你认为 蒙古汉位之争 忽必烈已处于下风 陈于顿 以迭叹之能入室 唯独善于此道 故臣敢断言 正是如此 朕问你 此愚论攻势 如何应对为夷 李霞沉思良久 摇头道 臣不知 你不知 臣只会些武艺 此事 实不知如何应对 请陛下恕罪 赵云已有自信 最抬手 一指李霞 孝道 朕知陈属 为非欲于最坦诚 第555章 真亦假 地图已被沉进城必殿 李霞指点着地图 说起蒙古在关聋的战事 与之对之的是汪维正 阿素台则兵逼秦川 而刘黑马 史天泽 张柔正围攻阿素台 陈以为 此战之胜负 在于拱昌汪家 丁大全问道 为何 李霞一愣 似不知如何回答 赵云淡淡道 史天泽 既已扼住同关 阿素台 被三面合围 若不得魂都海之缘 必须撤 在这之前 汪维正若能挡住魂都海 忽必烈可保住金赵府 不失 李霞道 正是此脸 陛下圣明 诸臣皆道 陛下圣明 赵云 仿佛是回到了端平年间 谋划收复三金之石 显得很是锐之神物 他指了指李霞 道 你说 忽必烈处于下风 错了 陈于顿 依正看来 阿里不割居蛮荒之地 忽必烈 若能撑过三五年 贫汉地税赋 可亦是 也 陛下明鉴 赵云摇了摇头 异性阑珊 心想 反正不论如何做 也改变不了太多 他 能从一届落魄宗室纪尾 从史弥远手中夺回大权 更化 灭金 北戴 抗芒 从来都不是昏庸 到如今 倦了 因此他带政 因此 朝臣总问他陛下 欲为唐明皇爷 朝臣们不懂他的疲惫 此时既明白了忽必烈的处境 赵云心中已有了定计 已懒得再去多问北面之事 今夜还忙 还得与宰职们商议太多太多 赵云遂又勉励了李霞两句 最后道 改日再为你赐厌 退下吧 臣谢陛下龙恩 臣告退 李霞失了礼 正要告退 忽听又有人道了一句 禀陛下 臣义收到一份理智制 使通敌之证据 饶虎臣方才已经赶到 今夜揭发李霞的做法 有些冒失了 李霞通敌之证据 分明是真的 真得不能再真了 但 宗文睿 蔡主等人通敌之证据 亦是真的 三边大将当中 还多少人真的通敌了 真真假假 通敌之罪太多 反而全像假的 此事 太荒唐 但若李霞所言巨实 忽必烈金连川幕府 竟有如此大能耐 怎不叫大宋满朝公亲汉颜 好在 今夜有件事 让饶虎臣很高兴 陛下终于肯振奋精神了 恢复了当年的殷主雄丰 正该如此啊 陛下正该亲自过问鞭士 而非将朝政丢给丁大全之辈 每日只知歌舞生平 既然如此 可将证据拿出来 由盛心裁断 若李霞真是忠臣良将 此举亦是保李霞 若其狼子野心 也该让陛下早些察觉 陛下请看 此为李霞给张柔的礼书 臣已查实 赵云眼看着饶虎臣 捧出那个匣子 打开 开始喋喋不休 他只感到厌烦 为何这些臣子永远不明白 臣子的本分 是为天子做事 而非给天子找事 国事本已繁重 他已不耐繁 在听饶虎臣一句句分析 这满满一匣子的文书 李霞通敌 李霞有万般不适 李霞与中王有戏 与兼党勾结 年轻无资历 却居于高位 士君傲慢无礼 太让人不喜了 但唯独不会前通蒙古 这一点 赵云能确信 请陛下再看这地图 若李霞连因高 仗三性居于西 且着赵云忽然抬手 指住饶虎臣的 喋喋不休 转向李霞 李霞连忙失礼 正要开口 赵云已问道 你可明白饶相公之苦心 李霞道 臣明白 饶相公不等臣告退之后 再拿出这些 是想给臣一个解释的机会 臣可以解释 不必了 赵云指了指那匣子 道 代长 退下 你我君臣相得 朕还不至于中懵人 这等低劣伎俩 臣谢陛下龙恩 陛下 真乃宽宏伟亮 丁大全不由颂赞 道 明君贤臣 又是一桩轻石美谈义 昔然言为主焚书 却不知陛下之人善认 饶虎臣愣愣看着李霞 拿着那满匣子的证据 退出大殿 心头有有些不敢相信 太轻易了 那般确凿的证据 大逆不道的谋逆之罪 禁就这般 像是权力一拳挥出 接了个空 他如脱旧了一般 不适宜 陛下 臣以为 至少需让李霞解释 朕 用人不疑 赵云依旧是那圣主的气魄 道 去拿下张氏郡 言行审讯 必有收获 臣遵旨 事实上 若愿意演一个圣主 赵云十拿九稳 但近年来 他太累了 懒得在百字态底沉下看 也就是如今 要应付忽必烈的收买人心 只好打起精神来 至于李霞是否真有一心 不重要了 人 既然已回了临安 便不需再回属领兵 那么 证据是真是假 又何必再查 眼下这时节 可正该荣养功臣 以示皇恩浩荡 就这般简单 心中这念头一转而过 赵云已开口说起正事 杨振 振命你接管又领军位 能做到 杨振还是初次参与这等朝廷大事 正缩在角落 唯恐有人注意到 自己 文言不由 身子一颤 慌张贵道 臣 誓死拱卫陛下 赵云 看着这感激涕铃跪在地上的臣子 瞇了瞇眼 随口叹道 人与人哪 最怕有比较 贾四道笑了笑 硬道 陛下所言极是 李霞直成招详信 与旁人一比 便显得忠心了 一直到深夜 吴钱才出皇宫 有人迎了上来 低声道 又香 是 北面很快会前使节南下 他是来先行探路的 为何前使 说是朝廷 已答应供纳称臣了 但卑职不明白 贾四道战报上 从未提及此事 莫传出去 教练被放了 下来 轿子穿过彻夜灯火通明的 杭城大街 转回他租的宅邸 老人 颤颤巍巍地下轿 走进了书房 正在书房中 恭候的李昭成 连忙起身 执弟子之礼 又香 无钱不打 在位置上坐了 长叹一声 非于不该娶一大理女子 守缘 竟也不拦着 李昭成 低下头 道 此事 父亲拦不住他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有何拦不住的 无钱不悦 若非老夫出手 李昭禹 此时已在死囚牢 李昭成有些为难 但还是道 二弟说 张家布置 不会太快 最多是见他还朝 而提前动手 只需又香 在天子赐宴时先出手 必可快人一步 自负 不知悔改 无钱摇头不已 叹道 饶宗赵也是 方正一期 差点便要忠北人之计 现陛下之自毁长城之地步 如今天子待正 满朝上下 兼党盘踞 稍能用事的忠臣 文的不知便通 武的心高气傲 怎不叫人忧愁 李昭成低下头 道 父亲被荣王党羽捉了 二弟又得罪了丁大全 贾四道 侄儿时事不知如何是好 仙儿又相出手相救 李飞玉 若不是风流成性 瞻惹北面侍侯之女 岂能有这般 或是 但二弟确实忠于大宋设计 恳请右相明鉴 无前还是相信 李庸之子的忠心 若非如此 也不会出手相助 垂垂老矣 向外不久了呀 去吧 告诉飞鱼 老夫要见他一面 赵云赏赐给李霞的府邸 就在天井方 地段 极好 向南绕过乌山 便是御街 穿过御街 便是大内宫城 向东 向北 皆是临安繁华皆是 向西不远 则是西湖 离甲四道家很近 不行便可到乐丰楼 教方 丰莲楼 临安府 总之是吃喝嫖赌 甚至坐牢 都很方便 唯独一点 不好 南面正在起见一个更大的府邸 竟是连夜里 也在动工 隐隐有些草帽 大帅 阿郎 李霞 走过这间雅致的三进洛府院 只见颜云云迎面走来 买了 买了 十名美币 已分开安置 不许他们互相说话 是 已与他们说过规矩 不许问阿郎 每夜去了谁屋里 衣服给我 很快 李霞换了一身便衣 从侧院围墙跃了下来 汇入了临安的繁华街巷 他之前在临安待得不算久 但却特意记过临安地形 很快便拐进李仁方 走进陶家巷 阿郎到了 静堂再说吧 杨十一静堂 再次失了一礼 道 老朽 未能办妥事情 现阿郎致绝地 愧疑 聘书拿回来了 李霞道 杨公不必再愧疚 太好了 是成了 那其后计划 只能说是 破了第一层杀机 但是远远未成 各项计划继续 是 从赵云二话不问 让李霞带走那满侠证据之时 李霞就知道 这位官家 还是想将自己留在临安 若还有意认自己位属帅 绝不可能不查 清楚 眼下不罢免 不过是实际未到而已 看来 还未找到李庸 是 杨十道 江藩派人日夜盯着吴府 从未见到李庸 李霞点点头 道 请杨公说说 这一个多月以来临安情况吧 李郎君先见了吴钱 依阿郎吩咐 说了 严党是如何欺骗赵氏 吴钱遂知其相位不久已 答应了保阿郎一次 他看穿了宗文睿 魁公等人收到的招降信是 我们扮成蒙古人给的 不知他是否看穿 杨十道 李郎君说 能瞒过便瞒 哪怕瞒不过 他也肯帮我们 你们如何布置的 我等已收买了宗文睿府上一名幕僚 让他到右乡府检举 去检举了 去了 李侠回想着吴钱在殿上的说辞 道 那吴钱已看出来了 这 不知有何区别 我若骗过吴钱 那是我的本事 而若是他出手 帮我把计划补权 恩情越大 他所求的回报便越高 第556张尾巴 马车持进陶家巷 李昭成先连向后叹了一眼 李郎君放心 那边有人望风 没有尾巴 那就好 李昭成这才下了马车 快步走进宅子 李节帅到了 是 正在堂上与杨公说话 李昭成 最快步向堂上走去 归赫蒲 快步赶到堂上 只见贾四道 正懒洋洋的 已在太师椅上 与廖营中说话 多年未见过如此拙劣表忠了 简直不堪入眼 必是远不如 阿郎 莫拿他与我比 我带陛下俯复终称 归赫蒲上前 行礼道 阿郎 查到了 吴钱回府之后 不多时 果然有人出来 但跟到行程大街 跟丢了 跟丢了 是 几辆马车堵在路上 等我们的人挤过去 人已不见了 大半夜的 还这么多 贾四道笑骂了一句 转头向廖营中问道 吴钱 拿住的 是 我们在追杀的两个北人 是 只怕他马上要查恶洲之战 那便让他去查 贾四道 不以为然 有幽道 我贾四道学着同贯 虚报战功 向忽必烈那贡称臣 匡骗天下 自称击退十万雄兵 我罪不可赦 吴钱若不敢彻查到底 他便是我乖孙 看来 吴钱罢向不原意 老东西比丁大全有手段 临到入关 倒还敬意了 从前 可是连谢方叔都都不过 廖营中道 想必是 老了 还想多做些事 愿意变通了 想多做些蠢事 贾四道激道 官家轻生子嗣不出 不可能如老东西所愿 绝无 一丝一毫之可能 太孤之类啊 廖营中摇头叹息 又道 如今李霞一投了吴钱 三姓家奴 贾四道 难得沉思起来 缓缓道 但不应该 李霞本不该与吴钱沆瀣一气 他分明知道 事到如今 吴钱只有一条路走了 逼李庸已死陷害忠王 李庸一出面 李霞必死 李霞绝无 与吴钱合作之可能 廖营中沉印道 但现在 两人真是 合作了 李霞将李庸藏了 吴钱 岂能相信 贾四道缓缓问道 那就是 骗吴钱李庸 是被荣王捉了 廖营中不由叹道 若如此 这一手便有些老辣了 暂将不可能化为 可能 抢出一丝间隙 正出死局 他想着 回属长兵 与吴钱目的相左 必将有大冲突 那接下来 他又要借丁大权的力了 呵 三姓家奴 廖营中 起身 夺了几步 陈思道 李霞抢占先机 自请还朝 自请辞官 失准了陛下心思 步步为营啊 可惜阿郎便是看穿了他的谋划 却找不到证据 揭破他 贾四道眼中 犯着些许冷意 道 此子根基太浅 做事太猖獗 已是危机四伏 至于眼下 他不过是度过了第一劫而已 阿郎要出手 不必 电视之后 除丁大权 请立太子 在除无前 李霞借此二人之事太多 瓜葛太深 既是眼里叮当 又是中王死敌 还敢想属帅之位 紧着两场大争 不要将他烧个干净 廖营中应道 学生明白 会继续派人盯着 次日 封连楼 李节帅请用 胡真捧起一杯清茶 双手递给李霞 李霞接过 道 胡妈妈太客气了 我在临安没多少朋友 你算一个 胡真低着头 恭敬应道 奴家不敢当 奴家不过是封臣老保 李节帅却是达官贵胄 当年 李霞初次到封连楼时 还能与胡真谈笑几句 如今不同了 从县尾到蜀帅 天差地别 更大的差距在于 连封连楼的东家 从官得到董宋臣 都已丢了圣心 还不如李霞 能在官家面前说得上话 胡真不懂这些 但能体会到他的东家 也要巴结李节帅 地位拉开太多 他已不可能在李霞面前 谈笑自若 哇 李县卫真了得 人家要是在年轻十多岁 不收钱 也想和你好呢 请吧 别耽误我做生意 这种玩笑话 不会再有了 既如此 我这个达官贵胄就问一句 李霞道 当初我离开临安时 你说过 亲手养大的孩子 会尽力对他好 人呢 胡真惶恐 慌忙便跪下来 李节帅莫怪 奴家开门做生意 有人来数安安 贾四道将人带哪去了 只知道不在临安 胡真道 慌家派人打听过 近两年半点消息 都无 必不在临安城 李霞又问道 你还在为董宋臣打听情报 是 不过 如今这一行当 只有教坊与风帘楼 还是东家产业 其余青楼 画坊 书铺 茶楼 酒司 多有贾相公产业 李霞默默听着 知道 时隔三年在归巢 严马叮当大事将近 已远无当年起眼 胡真跪了一回 小声问道 李杰帅想知道的 慕家都说了 官阁长已公后多时 能否请杰帅相见 让官德过来吧 阁楼上 白面无须的官德 不时扬起 他的兰花纸 与妻又急又气 咱们为何混成这样 说来 还不都怪李杰帅 要不是贵妃娘娘 为你谋这杰帅二子 失了圣卷 至于吗 姬兮兮也是良心被狗吃了 咱们叫胡妈妈 花了多少钱养她 入宫后 连鱼盆都是金子做的 如今倒好 成了对家的人 恩将仇报 李杰帅 咱们可都是一条 绳上的蚂蚱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可莫忘了 当时重伤贾四道的信 是谁递的 没了 咱们 你逗得过贾四道吗 呸 眼下如何撑着 要不是平言贵妃 多年养育瑞国公主的情分 咱和大官 早死八百回了 丁相 丁相还不得靠咱们 帮她说话 但好叫李杰帅知晓 丁相若要完蛋 不拉着你一起死 她往生了那张 青色面皮 总而言之 李杰帅要咱们出列 总得想办法 先救了严贵妃 封连楼一间 雅致相归之中 有歌迹信手拨弦 开口唱起来 无畏两眉残 风雨春寒 池塘小小水漫漫 只为柳花无一点 望了临安 周振严走近 听着这词 皱了皱眉 向歌寄道 出去 扶灵兄 怎么了 崔相亲正听得认真 不免觉得扫兴 唱流沉翁之词 毫无眼力 按想 这般好去处 怎就不成了 这话题聊不下去 她只好给周振严 倒了杯酒 随口问道 扶灵兄出宫 怎么去了这般酒 遇到一个故人 谁 李 周振严轻喝一声 淡淡道 唐伯虎 此人是谁 有名 写过一首歪诗 周振严讥笑道 两三年前传遍临安 你没听说过 扶灵兄 我是精髓才入京考恩科的呀 行在 临安是行在 你莫总说是 京城 让旁人听见 瞧不起你 周振严提醒道 好吧 行在 催向轻道 我就不明白 这行在和京城 有何区别 为何一定就得撑行在 没有为何 周振严饮着酒 像是在私存着什么 眼神渐渐焦躁起来 扶灵兄 你约我来 到底有何事 周振严揣着酒杯 问道 你恩科落榜 打算回当图 那当然 经 行在 施住实在太贵了 实不相瞒 小弟囊中羞涩 为了付金赶口 借了不少钱财 万万没想到 竟是不中 周振严摇了摇头 暗道中了才是怪灾 他从袖中掏出一个 荷包 推了过去 压低了声音 道 帮我个忙 可好 崔向轻打开一看 又惊又喜 赢 赢的 周振严修长的手指 在桌上敲着 节奏很乱 问道 答应了 做什么 一个瓷瓶 又从暗上推了过去 简单 周振严道 你回了 当图 到我家中 帮我妻子 打水到水缸里 扶灵兄有妻子 小弟怎不知 嗯 周振严道 之后 将这要倒进水缸 然后呢 然后 周振严亲过身子 道 把尸体丢进大江 统治 一个汉子 快步到阁楼下 对刘金索福尔道 那人说 是来找唐伯虎的 咦 他探头探脑 不是在看大帅 我凑过去听了 说是看到了一个故人 叫唐伯虎 刘金索皱眉道 我们这对护卫 有人 叫这名字吗 没有 让老江跟了 跟了 我还听到这畜生说 他要杀气 刘金索 听得一愣一愣的 愕然问道 杀气 为什么杀气 不知道 可就这样杀 简直 都不知哪来的草包 等老江摸清 他们住哪 夜里 我去摁死他们 得了 得和大帅说一声 不多时 老江快步回来 统治 不敢跟了 那畜生后面 吊着尾巴 尾巴 刘金索挠了挠头 这草包 还能有尾巴 第557章 钓鱼 唐伯虎 是 大帅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他就跟着大帅看 有何特点 刘金索道 他长相倒是不得了 要不是听他说要杀气 我还以为这般 人物是哪个黄金 李霞略有了些印象 一时却回忆不起 派人到太学去查 好 查到了 要不要宰了 查到了报我 李霞出了封莲楼 绕过前往祠 一路到了西湖边 上了一艘画坊 大帅放心 船上都是我们的人 走吧 画坊碎向湖心滑去 一艘小船 正停在湖心 阿郎 他来了 说话的船夫 正主着奖励在船头 守着一名正在 钓鱼的老者 老者 似乎无心垂钓 懒洋洋地唱着词 已唱到最后几句 尹中仙 最终禅 贤楚光阴 赢得日高绵 一品高官人倒好 多少事 碎星天 小船晃了晃 有人 跃到小船上 老者也不回头 开口道 倒有些思乡了 许事太久 为得如此清闲 还得多谢飞鱼 让老夫前来乡后 又乡无心钓鱼 想必还在新幽国事 未挂鱼尔 老夫想知道 是否有鱼能 愿者上钩 而还是得有 鱼毕竟不是庙里 好做慈悲的和尚 岂能甘愿被吓住而食 此时同时 临安城里 哟 冰糖葫萝要 新战的 叫卖声 传入巷子 一群正在玩泥巴的孩子们 连忙跑过小巷 站定 盯着街上那卖糖葫萝的小贩发呆 他们没打算买 就是看看 也觉得解馋 想不想吃 卖糖葫萝的小贩 回过头 转动着手里的架子 不想 嗯 我吃过糖葫萝 很甜 不要钱 小贩拔下一串糖葫萝 笑道 你们帮我唱歌 我给你们糖葫萝吃 真的吗 真的 但要每天都唱 要是说话不算话 晚上会有蜈蚣咬你们的 好啊 我们说话算话 我阿娘教我要守信 来 拿着 我教你们唱 好一会儿之后 有童谣在巷子里响起 大蜈蚣 小蜈蚣 尽是人间夜独虫 银园攀附有百足 若是非天能食龙 大蜈蚣 小蜈蚣 尽是人间夜 独虫 无钱收起了吊杆 在船舱中坐下 开口说起来 当年你下狱时 守缘并非弃你而逃 而是出奔庆园府 请老夫出手救你 他答应 老夫所托之事 唯一所求 让老夫庇佑你们 这承诺 老夫未曾忘过 故而 此番愿出手保你 李霞拱手应道 谢右香恩情 未想到 你迭叹归来 受官入室 你能自救 少年英气哪 三年光景 你奋力守守 做得很好 着实很好 无钱说到这里 话锋一转 道 但若说 你为吃道尔 虚言也 如此年岁 人帅一方 你那 是吞了太多尔 肚里 藏了太多钩子 人家一掉 便将你调回临安 李霞道 又相所言甚是 晚辈启示太快 见识太多 后患太大 该清一清 礼一礼 能做慈祥 甚好 甚好 无钱脸上浮起 欣慰的笑意 又道 老夫去向之日 不原意 又相若愿转还 且听老夫说 无钱抬了抬手 迟至了一会 难难道 人老了 一被打断 思绪变乱了呀 方才想到哪了 且说朝中几位重臣吧 皆以为入室为官 圣卷 最重 他语速很慢 说着 还念叨了一句 圣卷 呵呵 摇着头笑了笑 他又道 老夫以为谬义 官家素来厌恶 我这万夫 纯又年 整顿楚臂 官家赤眼比王安石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夫遂罢官归乡 其实 归乡也好 种竹筑堂 饮涌自逝 然而沿海窝寇猖绝 老夫又起腹 治治岩浆 再到这次蒙卤来犯 李霞明白 无钱说这些 并非是炫耀政绩 是真的在传授为官之道 来临安之前 李霞收集了很多 关于朝廷官员的见闻 在行传时反复查阅 本是为了打探情报 但他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李霞以往 有一份傲气 认为 凭借后世人的阅历 一定能治理好川属 但认真了解之后 他才明白自己狂妄到了何等地步 只说整顿储币之事 朝廷纸币大量超发 若让李霞来处理 无非要将纸币与金银挂钩 他知道金本位 银本位 信用本位 知道储备金 还以为当时为他一人知道这些道理 但等真正看到 无钱当时的策章 李霞才明白 若让自己这个举世无双的大财 失手整顿储币 权力越大 国越早亡 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金银 兑换民间纸币 一旦放开 才叫民怨沸腾 地崩山催 无钱不知储备金 除金银之外 无钱以货品 延钞 杜碟 何敌为储备 他整顿储币 要考虑到达官贵胄 商骨 平民 每个阶层的利益 作用 要考虑到大宋励志之腐朽 击毙之身 朝廷根本不是不知储备金的道理 而是要把一分钱 掰成了十分勇 维持住这个 既要抵抗强大外露 又有无数蛀虫蚕食的王朝 李霞 连这百分之一的成效都做不到 这是 从来都不是把钱币 与储备金一挂钩就好 一挂钩 宋廷根本无力支撑 每年庞大的军费 二十年前便亡国了 打翻重来 似乎更简单 但 宋廷能抗蒙二十余年 一个新王朝 若不懂治国 能撑几年 就不会再有几笔 而论治国 李霞差了无前五十年的经验 多了七百余年的学识 最怕的就是 只懂些皮毛 而自诩高明 不知识弊二字 为祸之甚 比奸党还深百倍 这便如 写诗词 李霞能抄几手成诗虎一虎诗人 却永不能真与无前这个词谈大宗诗比 不是所有事 都可如此做比喻 但为官施政 是如此 为官之道 不在于圣卷 无前缓缓道 官家之所以误我 因我所终者 实为大宋设计 而不止于官家 然官家之所以用我 只因我施政之能 此理 你可明白 李霞应道 明白 此次回朝 愿学施政之能 为国家尽忠 又乡之兵 知政 知经济 饶相公之农 此皆我良师 很好 老夫还怕你一心只学 假四道之权谋 无前闭上眼叹道 不敢 想起 方才要说什么了 老夫去向之日 不愿意 唯愿定下国本 再无牵挂 你可愿辞官 随老夫归乡读书 古 无前抬了抬手 示意李霞不要立即回答 先前说过 你吞了太多耳 肚中有太多钩子 老夫可来助你 将这些钩子化了 化为学识 为官之道 施政之能 你切莫心忧 官位 幻海波涛汹涌 必有沉浮 精尘于底 终有一月而出之时 无前的声音很苍老 语调很慢 他知道李霞如今的处境 这些话意思是 扳倒中王 李庸会死 但他愿意保李霞性命 驻李霞积殿 直到新军登基 时日无多矣 无前又叹了一声 难难道 老夫行将就末 若设计再有危难 老夫不会再次起伏 但又还能起伏 总该有人能保设计山河 望你能明白此言之意 李霞应道 晚辈明白 右相一心设计 那何必还称右相 假相公曾劝我科举入室 他保我于他之后 宰之天下 但不知右相之意 与假相公有何区别 因你那点本事 还救不了设计 无前道 老夫也急 风雨飘摇 设计几代明君良相 然欲速则不达 良相亦须多魔力 假四道 眼力不差 与老夫所见相同 不同在于 他只给你谋官之能 老夫却盼能教你知识之才 我真的很想随右相学知识之才 李霞应道 这确实是肺腑之言 所以想问右相一句 若是我违逆了 右相 是否还肯教我 无前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莫说违逆 这也是老夫唯一能想到的 保全你的办法 右相方才也说过 我能自救 你太过自负了 李霞站起身 道 我不会助右相定国本 因右相那唯一的办法 会害得我 丢掉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权势 我也不想辞官 随右相去沉淀 这话不好听 但我有我的想法 无前笑了笑 道 天下人便是想法太多 天下人 想法太多 我想保持自己的想法 李霞正重行了义礼 又道 辜负了右相美意 惭愧 抱歉 说完 他转身向话船上攀去 今日与无前终究还是谈崩了 论权谋 论治国 论用兵之能 李霞确实比无前差了太多太多 他也自省过 努力 消除了自己时不时就冒出头的狂妄 想要谦卑地去学 但李霞没丢掉他的自信 七百年的见识 很多东西 他确实只懂皮毛 却依旧让他有了独特的自由意志 第558章 忠诚逆臣 小船舶在孤山边 无前走上小亭 亭中人便起身行了一礼 右相 他不答应 无前叹息道 你认为他是为何 定然不是为了保我性命 无前道 也许他是出于这份孝心 今日说服不了他 让我感到很惶恐 太惶恐了 如此年轻的一方结阵 眷恋权柄 何必呢 无前说着 转过头 看向李庸 守缘能回答老夫吗 李庸有些吃惊于无前的眼神 难难道 非于一直想成为蜀帅 因 害怕中王继位 会对他不利 无前点点头 以示理解 李庸道 他却有报国之心 他想抗蒙 想留在川鼠 不错 他若没这份心 也打不了那些胜仗 他常语人说 志在蜀帅 想要成为无界 年轻人 有志向 无前感慨道 他若有此想法 必是想将你户在川鼠 保你安慰 那你又何必回来 因我答应过右相 你不成 无前叹息 道 有时 我也盼着你莫再回来 你不回来 我无可奈何 那是罢了 便是 我不必两相为难 你已能保全性命 不是吗 李庸沉默下来 无前道 说吧 你瞒不过我 李庸犹豫了一会 有一件事 他心里很清楚 一直以来 并非是无前逼他出面作证 而是荣王已逼的他 家破人亡 只有无前在帮他 他得出面作证 才能扳倒荣王中王父子 哪怕自己死了 也能保全家人 此时无前问了 李庸 只好坦诚道 荣王 中王父子必杀我 飞鱼保不了我 他连自己都难保 无前道 那孩子很自信 他觉得他认属帅了 保得了你了 他确实很自信 李庸道 这三年 他做了太多 旁人做不到这事 我离他最近 看得最清楚 他添姿绝伦 简直不像我儿子 我生不出这般初衷的儿子 但你还是认为 他保不住自己 李庸苦笑道 他添姿再出色 却还不配为蜀帅 无前问道 何以见得 不够老辣 差得远 便说用兵吧 他胜的很多 可其实 我却能察觉到 他用兵实则 稚嫩 李庸沉印道 这感觉很怪 他对兵法理解 很深 领悟很快 每每能着眼于大处 但有些地方却很生疏 有将帅之谋 却不属于担任将帅 太年轻 是 譬如不防汉中 右相认为是恶守 所有属到妥 还是急 兵先人官更妥 无前点点头 明白了李庸的意思 无见 曹友文守属时 都急兵先人官 一则不容易 被敌人各个击破 二则粮草供应方便 三则随时能及 重兵与敌交战 无庸置疑 无见 曹友文猿比李下老辣得多 守缘之意 非于天资有余 而阅历太浅 是 李庸道 说道施政 更是一言难尽 入汉中 当先修水利不假 但他花费大量财力物力 修复山河宴 实则汉中并无人口 可开垦他许多田地 简直毫不懂调度 他治理地方 实可称 是一塌糊涂 然而他又没有精妙之策 可谓天赋极高 无前道 依旧是那句话 天才太甚 阅历太浅 若有三五年 他或可称良帅 三五年 已让人叹为官职 老夫 二十四岁时 能因他精彩绝艳而折服 然则蜀中官员众多 尤其是文官 心里多不服他 归根结底 根基太浅 话到这里 李庸又道 故儿 我想让他跟随右相几年 无前道 你我相交多年 直说了吧 李侠并无无界之忠诚 若情势所迫 他或可能成为无锡 你再如何说他有报国之心 无用 不仅是我 贾四道 甚至是官家 皆有所察觉 李庸吃了一惊 问道 察觉 察觉何事 无前道 若政局稳固 容李侠三五年 光景扎根穿属 如他所愿 拥兵自重 便是中王继位 也不敢轻易动他 官家很清楚这点 因此 一旦起念立中王 必除李侠 你看得透了 担心他反了 身死足灭 李庸道 我认为 中王与李家既不能两立 只有扳倒他 唯一的方法 便是由我证明 他并非官家亲职 如此 官家必杀我 也会坏了非鱼三年心血 故儿请又向庇佑他 等新军即位 只要君臣相得 非鱼鱼 可有无界之中 无前道 他不愿走这条活路 这是唯一的活路 李庸思来想去 这办法确实是 李侠唯一的活路 除非 李侠能得到官家的信任 但这几乎不可能 官家只要想立中王 绝不可能相信李侠的忠心 那还能如何做 李庸思考着李侠的处事作风 心头突然跳出一个念头 杀了中王 不行 一旦杀中王 官家都不用猜 便知凶手是谁 李家更是逃不脱 被灭门抄家的命运 顺着这思路 继续往后一推算 李庸忽然感到一阵心计 其后 又摇了摇头 这是最不可能的结果 李侠承担不起后患 且没有那个实力 并非是说 没有做那件事的实力 而是没有收拾局面的实力 完全没有 李庸抬起头 看向无前 张了张嘴 无前低声道 想明白了 顾尔 我很惶恐 大帅 我们停在是博斯的船要 不要去看一下 刘金锁四下回望了一眼 见西湖 浩渺 周围没有旁人 便如此问了一句 李侠道 你太在意那些船了 我说过 你不要慌 我可没慌 刘金锁道 我是觉得 那些东西 他挠了挠头 不知如何说 李侠道 希望那些东西 我们用不到吧 带都带了 用用也可以 刘金锁道 大帅 我真的不慌 最好是用不到 李侠低声道 无前若不帮忙 我收拾不了局面 今日这场会面 无前说出了他的目的 但李侠没有说任何目的 李侠是来试探的 他已试探的非常清楚了 无前想扳倒中王 但没有一丝 想要拥立之功的心思 这才是李侠 拒绝无前提议的根本原因 哪怕他在敬佩 这些纯粹的忠诚 但彼此的立场 天然就站在对立面 今日树密院忙得不可开交 因无前称并告了假 丁大全去安排电视 不少公务都堆到 贾四道案头 一直倒入了夜 贾四道才回到府邸 似乎心情颇好 宗文睿 蔡主已调任 蒙古内乱之事 将随底暴递至 各方将领手中 说来好笑 这一通忙 也不知是在应付北面叠探 还是因为有人煽风点火 贾四道又召来廖营中 开口这般说了一句 起了话题 说说 那煽风点火之人 今日做了何事 廖营中应道 李侠明面上去 丰莲楼作乐 但该是见了关德 之后 上了西湖画坊 在湖上待了近两个时辰 先联络了丁大全 又见了吴钱 他还真是闲不住 湖面太阔 不曾探到 他是否见了吴钱 贾四道断言道 老东西何时因病耽误过公事 他赏识 李侠 却不知 那是只养不熟的白言狠 阿郎 似乎有些过于关注李侠了 廖营中低声提醒道 贾四道轻笑一声 道 我偏要看他在临安四处找帮手 而无人能帮他 廖营中道 少见阿郎如此有怨念 贾四道摇了摇头 问道 丁青皮那边有何消息 廖营中道 他给周震言谢了考题 哼 严马叮当 大势已去 丁青皮 只能出此下策 他是铁了心 扶周震言为新科状元了 大宋开国以来 还从未有状元肯当驸马 以陛下对瑞国公主之宠爱 却也只有最英俊的状元郎 能让陛下满意 呵 贾四道 欲发激朝 大宋对外妻控制严苛 驸马不能参政 连和亲朋好友的私人来往 都要避嫌 清心寡欲 无所事事 状元郎这种才俊 却是 前程似锦 官图无量 要哪样的娇娃美眷没有 自是从未有状元 想上公主 丁青皮 却能想出这种 馊主意 弄个假状元来 料银中道 驸马若是丁青皮党羽 或可使瑞国公主成婚后 能如颜妃一般 为丁党取征圣卷 此事 阿郎不信也得信了 贾四道冷笑道 我没想到他能这般蠢 这般大胆 也能在左相之位上 做到现在 我竟未能一次 扳倒他 石瓶生大尺 还查道 周振妍在家中 已有妻事 但此子风流 少 对人言 三十余岁的英俊书生 岂能无妻事 丁青皮不查清楚 他找不出旁的人选 既要相貌非凡 又能对他言听计从 一时难找 料银中道 另还有一件 周振妍已故人杀妻 呵 贾四道 眼中杀一服过 又笑了笑 童谣放出去了 放了 无钱 若敢再掺活立储之事 自会应此趁言 贾四道点点头 挥手让料银中退下 他拿起一个区区罐子 把玩着 对着那区区 物字念叨了一句 丁大全 无钱 我将认读相 你暗算我之时 就没想过这点吗 第559章 眼里叮当 两日后 天井方 林家桥边 阁楼的窗子被推开 四五个女子 探出头向外看去 来了吗 没呢 但与你说 李节帅真就住那边 这两日的 陈时三刻 我都看他过去了 再等等 他去哪呀 敢追着看他吗 我好想看死他 可不敢 那几个恶汉护卫吓死人了 来了 来了 咦 李节帅旁边那是谁 杨家郎君 贵胄子弟呢 你忘了 中秋时皮庙场 簇居大会 他夺了魁 林安城里 谁不知他 杨振 是他 他簇居好有风采 我好爱看这两个郡郎君一起走 唉 你不是排了个 林安郡郎谱吗 李节帅若排第一 杨郎君可排第几 三十八 我叫他杨三十八郎 另外 李节帅在我这只排第二了 又有更俊的 戏 我又觉得周震言更俊些 则则 你不会是 说到这个 明日便是电视 去看吗 对面的楼阁中 两名汉子正透过窗缝 向外看着 那群女人 是哪家的探子 秀一射 吵死了 走吧 跟上 两个汉子下了楼 跟了李霞 杨振一段路 带拐过长街 又有别的人接替 他们 遂回到市彩堂 将见到的情报说了 晨时一刻 杨振到李霞府上 晨时三刻左右 二人一起出门 往乐风楼用饭 继续探 坐在那的掌柜 提笔记下 随后越来越多的消息送来 汇总过后 送到了廖营中的手里 入了夜 贾四道回府 聊过几件更重要之事后 才问起李霞 明日 周震言变成状元郎 我们已布置 妥当 便如此安排 李霞今日做了何事 杨振 这两人如何混在一起的 昨夜虚时 李霞从封莲楼出来 到青娃子吃消食 巧遇了杨振 两个不知聊了什么 今日一早 杨振便来找了李霞 贾四道摇头道 不是巧悦 李霞从不吃消食 他就是去找杨振的 官家 换了幼领军卫将军 杨振 这个挂职的 勋官得要为陛下探知 军心是否有所摆动 他做不了 正好李霞这个职兵士的送上门 廖营中道 是 今日二人出门后 先知乐风楼吃了早食 一道 去了幼领军卫营地 待了一个时辰 敬卫驻地 李霞赶善入 贾四道轻喝一声 这 我倒是没想到这点 廖营中道 从幼领军卫出来后 他们去了前堂教场 醋居 醋居 贾四道摇头 官家托杨振 以要事 还不改旧日习气 扶不起的亡裤 廖营中道 杨振说 他将每日早上听取的功夫 用来公办 足以 表面上看 倒有几分阿郎之风采 呵 若看表面有用 周震言亦有 李霞之风采 贾四道不屑 醋居整整半日 他们却 白打 还是醋盖 醋盖 与齐云社那班人玩的 李霞颇有天赋 踢中风 流眼七次 但他们 还是输了 杨振 吃了齐云社 球头三鞭子 脸上抹了白 贾四道笑笑 道 改日找他玩玩 继续说吧 之后 他们到胡锦院吃茶 我们的人 事先藏进暗室 打听到了些对话 廖营中话到此处 拿出一张纸 递给贾四道 贾四道扫了一眼 李霞在打听 当年杨太后之事 哼 若非杨太后 二十余年前崩了 道可保一保他 话到这脸 贾四道忽然想到了什么 隐隐约约的 杨太后 是宁宗皇帝的皇后 并非官家生母 宁宗皇帝驾崩后 正是她一手联合史密院 在宗室之中 挑选了当今官家 稳固宗庙 而杨太后一死 除了官家的生母 慈献夫人权世 以及荣王 宗王 其他任何宗室 都没有权利 为何无钱 想费忠王 吉南 殷宗室 毫无权利支持她 缺的就是杨太后 这样一位人物 李霞也缺这样一个 有权利保她的人物 想到这脸 贾四道摇了摇头 没用的 杨太后 已死二十余年 李霞找不到第二个杨太后 打听这些旧情 只是与杨镇随口闲聊吗 贾四道想着这些 道 继续说吧 之后 李霞又做了什么 虚实一刻 他与杨镇道别之后 独自去了 丰莲楼 廖淫中道 但在虚实三刻 关德也去了丰莲楼 之后 关德派人去了丁青皮府邸 说了什么 打听不到 廖淫中道 正在试着安排人 混入丰莲楼 但很难 李霞出来了 还在丰莲楼 廖淫中又道 但丁青皮在虚实四刻 派人送了整整三辆马车的箱子 到李霞府邸 贾四道之 起身 南南道 无钱这种大忠臣 肯保李霞的命 但不可能保李霞的官 老东西 连自己的官都保不住 故儿 只有丁青皮 能帮李霞 李霞 意要就丁青皮 眼里叮当 眼里叮当 查到没有 颜飞 董宋臣在做什么呢 宫内的消息还未传来 我们的人 还得找机会出宫 贾四道夺了两步 南南道 丁青皮无能 但李霞已在帮他 出谋划策 那 无妨 李霞不是我的对手 救不了丁青皮 明日一起除掉 便是 尽快联络宫内宪报 9月初八 凡有恩科 接在8月开口 中榜后 还有一场电视 朝廷一直在选派官员过去 朝中出现了大量缺额为由 提议将电视 磨到重阳节前一天 电视只考侧论 在一天内考完 换言之 今日又会出现一批近视 包括一个状元狼 贾四道 从头到尾都不插手这场科考 以树密院公务繁杂为由 自留在工房中 做了大半日 估算着时间快到了 他起身 拿起一个拘球 踮起球来 贾四道技巧高超 那拘球 在他脚上 肩上 膝上滚过 不停跳动 终于 恩相 宫内消息到了 廖英中快不敢来 到 李霞昨夜让官德送了一方 紧趴入宫 给了颜飞 之后 董宋臣又亲自出宫 给李霞递了一次消息 贾四道一脚将球踢开 问道 李霞给的帕子呢 还在颜飞处 他们有勾结 证据确凿了 贾四道又问道 昨夜丁青皮给李霞送了什么 还在查 但必是重物 今早 丁青皮出门前 李霞派人去了一趟丁府 不知说了什么 眼里叮当 沆泻一气 欲于我扳手腕 却不知留下证据 让我一次逗到这四人 贾四道说着 夺了几步 又问道 证据还在我们手上 帮丁青皮递考题之人 帮周震言写策论之人 具意拿下 与周震言通奸的几个妇人 皆已派人盯着 很好 贾四道转头看了看天色 难难道 名词该定了 果然 很快 消息一道 恩相 陛下 已在林轩唱名 状元就是周震言 贾四道喝了一声 眼中闪过些机翼 大宋状元 随意拎出几个 冯晶 黄肠 邹应龙 吴前 刘孟严 闻云孙 哪一个不是才华横溢 必能名流轻视 周震言 科举取财 国之重视 后世轻视 平树陛下 几位科状元 是靠舞弊得来 绕不开了 陛下文质之功 已因丁大全盟屋 下一刻 屋外 又响起了通报声 恩相 周震言 被皇后娘娘 派人带往城壁殿了 什么 贾四道难得错愕了一下 她与皇后有所合作 但绝不至于提前告诉皇后 自己知道丁大全的谋划 没想到丁大全动作 却是这般快 一旦皇后 把驸马人选定下 官家为了面子 只怕不会再追究科长舞弊案 我该入宫了 群域准备好证据 是 贾四道转身便出了攻防 迎面却见龟鹤 蒲尘仆仆地赶过来 阿郎 出事了 说 崔向青 便是答应 帮周震言杀妻之人 走到半路 被人截下了 我们派去 跟着的三人也不见了 只留下几滩血迹 贾四道竖然转过头 走了两步 李霞出手了 他竟能知道 我的计划 他回临安 不过三四日 如何得知的 小人不知 贾四道不愿 问道 周震言的妻事呢 小人以命人快马之当徒 压他妻子至临安 今夜便能道 这一耽误 越来越多消息传来 恩相 我们的人被丁斧那些爪牙打了 说清楚 贾四道喝道 谁被打了 盯着周震言那些肩负的人 在派人过去 是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多得厉害 贾四道已意识到 李霞又想抢占先手 他想了想 冷笑一声 拨开这些手下 自往前走去 廖英中会议 忙道 是 这是在临安地界 李霞 绝非我们的对手 贾四道头也不回 语气从容自信 道 今夜之前 把证据呈上来 是 阿郎放心 这一局输不了 第五百六十章 眼光 成碧殿 谢道清 坐在上手 扫了眼前的新科状元郎 一眼 对其相貌极是满意 他知道官家的心思 瑞国公主马上要十六岁了 该出嫁了 自然得挑一个最好的夫婿 官家认为 别的臣子们 拘泥于成规救俗 虽将挑选驸马之事 交给最知他心意的丁大全 丁大全并未让人失望 竟选出了这个 周震言 谢道清 已看了抄路过来的策论 周震言文章极好 洋洋洒洒 引经据点 才华横溢 如此才华 相貌 又是新科状元 还愿意放弃仕途 上配公主 谢道清越看 越是点头不已 状元郎多大年岁了 回皇后 学生十年三十又二 谢道清 微微一愣 沉吟片刻 问道 三巡中帝 亦是青年才俊 状元郎 可曾娶妻 周震言行礼道 学生读书太用功 一而耽误了娶亲 好好 好 谢道清又问了许多 转头看向后面的屏风 才发现 那边许久未有动静 不免疑惑 他让人带周震言出宫 亲自往屏风后一看 却只有一名工人 站在那手足无措的样子 公主呢 禀皇后 奴婢不知 公主只看 看了一眼便走了 谢道清 哑然 按道周震言那般相貌 哪个女儿家能不动心 她不由又摇了摇头 贾飞这个女儿 便是被官家宠坏了 不开窍的 去请公主来 禀皇后 公主说 说 说 公主说 别再叫她过来了 说没意思死了 贾相公请 御驾才从大庆殿出来 现在正在水塘 让贾相公一人过去觐见 瑞伯公主也在 末代外臣 贾四道 指了指远处 向手下两名官员 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去打探消息 万一陛下 已定下驸马人选 便得保证 消息不会传出宫去 还有反悔的机会 一路穿过宫阙楼阁 她有些担心慢了一步 真给外甥女选了那般 驸马 弄巧成拙 才到水塘 正见公主的遗架出来 咦 舅舅 你请爹爹答应 让你带我捶完 醋鞠斗区去吗 贾四道笑了笑 上前行了一礼 臣 见过瑞国公主 玩得是不着急 臣听说 陛下在为公主选婿 是啊 皇后还说那人多句 我反正看不出 一见她便觉得烦 皇后就是想烦死我 嗯 话到这里 赵金长长的恩了一声 最后道 总之我不答应 贾四道长舒一口气 笑得更自在 是一眼 都有些狡黠 臣还要觐见陛下 那好吧 舅舅啊 算了 下次再说吧 要来找我娃 贾四道行李 送了瑞国公主的遗架 连忙步入水塘 只见赵云正在看着什么 臣见过陛下 有一紧要之事 臣听说荆轲殿士 有人卸了尸体 是吗 赵云 问道 此事 你是如何得知 今日临安府拿到一书生 袁通奸 细审之下 却发现 此人身上带着一张纸稿 正与今日策论表题相同 赵云乎打断了贾四道的话 问道 你是今日得知此事 是 方才临安府 贾四道话到一半 心里突然一颤 一瞬间 他灵光一闪 已明白了一件事 廖营中在工程外夺步良久 终于见贾四道出宫 阿郎 上了轿子再说吧 贾四道笑了笑 颇显脱洒 廖营中碎松了一口气 引着贾四道上了大叫 已把证据送往临安府 方才看到黄成斯 有击队人出宫了 阿郎赢了 赵四道点了点头 却又道 但也输了 廖营中一愣 脸色的笑意 渐渐有些凝质 丁青皮完了 贾四道难难道 终于将这个奸邪扳倒 相位 已是我囊中之物 那 但 我也输了 没能 除掉李霞 颜飞 董宋辰 贾四道 转过头 看着廖营中 有些傲谋 他们并非要救丁大拳 而是 踩着丁大拳重新爬上来了 受离殿 严荣低着头 努力收敛着他嘴角的 那一抹得意的笑容 很快 他患上一抹哀愁的神情 缓缓在地上跪倒 看着那个君王的身影 走到镜前 臣妾拜见陛下 你好大的胆子 证明你闭门思过 你竟 还敢勾结外臣 臣妾有罪 两行青泪 从严荣那美艳的脸下滑落 他哭道 请陛下赐臣妾死罪 够了 休要在朕面前 惺惺作态 朕未赐你死吗 你胆敢不喝朕的毒酒 哄着公主 保你 死有余辜 臣妾死不足惜 误误 死不足惜 严荣大哭不已 但臣妾不想带着 陛下的误会去死 陛下说 臣妾留着记兮兮示威了 为了贾皇嗣 臣妾怎么敢 给臣妾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啊 不说胆子 臣妾根本 想都想不到这种事 不过是妒忌她 好妒忌她 想杀了她 可臣妾又哪有杀过人 够了 朕问你 为何还敢勾结外臣 严荣闭上眼 轻轻摇了摇头 臣妾入宫那年 贾贵妃才走不久 陛下把瑞伯公主 交给臣妾抚养 陛下说 只信得过臣妾 一边说 眼泪还在滚滚而下 她仿佛是水作的一般 臣妾巴不得去死 免得在这冷宫受罪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只有这孩子 她不安事事 不知世人能有多坏 她要选夫婿 臣妾怎能不提心吊胆 臣妾只是想到 有人敢对她说一句重话 都心疼得要死 话到这脸 严荣动情地喊道 我这辈子 就这个孩子 就是死了 我也要知道她嫁了 什么人才能安心 她说了很久 说她第一次牵起赵金的手 说赵金以前是如何讨厌她 赵云转过头 极难得的 眼中浮起一愧疚之色 她知道 这辈子虽能当得了一个好皇帝 却没当好一个丈夫 今日又没能当一个好父亲 一方仅怕缓缓飘落在严荣面前 那上面有几行字 周震言固有杀妻 严荣只看了一眼 重重磕了个头 臣妾认罪 丁大全派人告诉臣妾 他想选周震言做驸马 希望臣妾说服瑞国公主 臣妾不放心 按命关德 出宫让李霞去打听周震言 臣妾操纵恭维 结交外臣 罪无可赦 请陛下赐死 只求陛下 驸马人选万万多家筛查 赵云没说话 转身往外走去 严荣跪着前面 爬了两步 请陛下再次读酒 臣妾不敢违逆 朕没有让你死 赵云头也不回 又吩咐了一句 去把公主接回兽离殿 廖营中恶然看着贾四道 男男道 阿郎 我们的人 在李霞手里啊 嗯 崔向青 我们派去当图的人 周震言之妻 今日因为斗殴 被顺天府拿下的人 他们全都可以证明 证明 阿郎你很早就知道 丁大全选了这样一个货色 贾四道点点头 道 这才是李霞对我出的招 他做这些 不是要保丁大全 是在算计我 陛下已经知道 阿郎你 我唯一的软肋 便在于太聪明 我太聪明 太早看透一切 李霞一次一次 次次对付我 皆是在陛下面前 状告我知情不告 我唯一的软肋 唯一的罪 会让我试了圣券 但还能挽回 人 还在李霞手上 只要李霞没有把人证 递给陛下 阿郎还能与陛下说 之前只是猜测 廖英中道 得尽快 若把李霞手里 那些人证杀了 或与他谈 贾四道 竟还在笑 反问道 他竟也很快吧 皆是阿郎叫他的 眼下当务之急 急什么 李霞要的是利益 又不是玉石巨坟 他人在哪 廖英中一愣 掀开叫帘 低声问了一句 马上便有人跑过 长街 不一会儿 叫外有人道 阿郎 李霞在府中 府中 是 他来求见阿郎 管家 已让他在客堂相后 贾四道叹息一声 派人去趟仙居县 把唐安安接回临安